2020年的9月20日,特斯拉终于召开了万众瞩目的电池日 整个大会三个小时,关于电池的部分就长达一个小时之久 为了帮助大家能够在短时间内消化电池日的主要内容 我为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MoneySYZ的最新的一期视频,我是Ray Battery Day一开始,Elon Musk再次重申了特斯拉的使命 那就是加速世界转向可持续能源的进程 那想要实现这个使命呢,就具体意味着特斯拉有两个目标 目标一,实现本质上电池产能的飞跃 如果将世界上的燃油车全部替换成电动车 那么每年电池产量需要达到10TWh 如果再把电网中的电全部变成可持续能源 那么需要用来做存储的电池呢,也需要实现每年10TWh的产量 那两个加起来就意味着每年20TWh的电池产量 这20TWh是什么概念呢 我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单位换算 我们老说的这个1度电就是1000Wh 那我们说的1GWh就是100万千瓦时 那就是100万度电 那1TWh就是1000个GWh 也就是1000乘100万度电 那就是10亿度电 那么20TWh的目标就是每年要生产能够存储200亿度电的电池 那特斯拉现在每年生产的电池是大概150GWh 所以想要实现20T的目标就要按照现在的速率呢 特斯拉要建造135个电池工厂 投资2万亿相当于整个苹果的市值 然后雇佣280万人才能实现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电池的产能和效率是特斯拉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特斯拉的第二个目标 制造更加便宜的电池 这样就能够生产更加便宜的电动车 完成世界从汽油车到电动车的转型 那想要解决刚才提到的全部的问题 特斯拉给出的方案就是 将电池的成本降低一半 同时大幅度的提高单个工厂的产能 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呢 特斯拉总共在五大方面做出了技术上的革命 技术革命一 电池的设计突破 首先特斯拉设计出了更大的电池 从最早的1865电池到后来的2170电池 到现在的4680电池 这个4680代表的意思是 电池的直径是46毫米 长度是80毫米 特斯拉研究发现 电池越大生产成本越低 能量密度越高 车的里程数就越长 那46毫米的直径是一个最优解 但是电池变大的坏处就是 电流在电池中行走的距离会变大 这样就导致电池过热的问题 以及充电效率的问题 那作为解决方案呢 特斯拉去掉了传统电池的电帽 让电流不再按照传统电池那样 绕圈运动 而是直接顺着电池的这个长边移动 这样就能够让电池移动的整体距离 从250毫米降低到50毫米 虽然电池变大了 但是电池的行驶的距离反而更短了 解决了电池变大发热的问题 那去掉电帽的同时呢 还有一个附加的好处 那就是一般电流在达到电帽的时候呢 都有所谓的停顿一下 这样就会降低电池的功率 去到电帽之后呢 电池的power也就是功率会变大 那单位时间内输出的能量会更多 这样就能够增加电池充放电的效率 并且增加车的加速能力 那现在特斯拉的试验生产线已经启动 预计一年内呢达到10GW的产能 然后正式投产 我们后面会说具体的产能爬坡的时间线 那这里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这里说的只是新的电池的产能 大家不要忘了 特斯拉现在和松下合作生产的电池 依然在继续 同时呢还在购买其他厂商的电池 那通过电池设计上的突破 特斯拉能够减少14%的电池成本 还记着我们的目标是 对50%我们继续 技术革命二 电池制造的革命 传统的电池生产包括四个阶段 电机材料镀膜 镀膜上卷 组装电池 电池的检测和挑选 在第一个阶段电机材料镀膜上 传统使用液态镀膜晾干的流程 过程有毒昂贵 费时并且占地面积极大 特斯拉使用收购的 Maxwell公司的 干电机材料镀膜技术 直接让电机材料从粘稠粉末状 直接上到电机镀膜上 完全去掉了液态晾干的流程 光这一步就能够降低 10倍的生产占地 和降低10倍的能源消耗 在电池生产的中间的两个环节 镀膜上卷和电池组装上 特斯拉完全重新设计的生产流程 高度自动化 最后能够实现每条生产线 每年20GWh的产能 相当于现在的7倍 在电池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电池的检测和挑选上 特斯拉也做出了巨大的革新 所谓的电池的检测和挑选 就是对电池进行充放电来检验电池 好的留下 坏的丢掉回炉 那传统的做法是 对每一个电池依次进行充放电 非常浪费时间和成本 而特斯拉有很多年的 电池超级充电的经验 那就是同时对好几千个电池 同时充放电 他们把在超充上的经验拿过来 这样就实现了 光在这一个环节上的投资 降低86% 工厂占地降低75%的效果 这样整体下来 特斯拉电池工厂的总投资 会降低75% 并且每GWh的电池生产的场地 就减少了10倍 这就意味着将来的TeraFactory 会比现在的GigaFactory还要小 整体的产能提高10倍左右 特斯拉计划新的电池 会在2022年达到100GWh的年产量 到2030年达到3TWh的年产量 但是这距离目标 超一年20TWh还非常的远 所以Elon Musk非常明确的表示 在自己生产的同时 加大购买合作伙伴的电池 特斯拉策略就是不做选择题 世界上的电池我全要 通过工厂上的革新 特斯拉能够再降低18%的电池成本 现在总共降低了32%的成本 还没有达到我们50%的目标 那好 技术革命3 阳极电极材料的革新 传统的阳极材料使用的是石墨 特斯拉要使用硅来做电极 硅相比石墨能够吸收9倍的锂离子 而且成本极低 到处都是 但是硅的问题是 吸收离子的时候 它的体积会增大4倍 这样就会造成电池的膨胀和爆炸 那市面上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但是呢都非常的贵 特斯拉的做法是 给硅的上面加一个特殊的弹性的涂层 就像橡皮筋一样 让它们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能够保持整体体积的弹性结构 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对硅的处理的成本相比 其他的方式呢大幅降低 并且增大了20%的电池里程数 这样整体下来 在阳极材料上 电池成本能够再降低5% 整体实现了37%的成本降低 距离我们50%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技术革命四 阴极电极材料的核心 刚才说的是阳极 这次说的是阴极 所谓的阴极呢 特斯拉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 阴极就相当于书架 那书架上的书呢就是锂离子 那锂电池的原理就是 锂离子在正负极之间的一个移动 那这个书架的作用呢 完全就是为了承载这个锂离子 这个书架需要很坚固 否则一旦变形或者崩塌 那电池就坏掉了 现在的书架也就是阴极材料呢 主要有三种 锂 镍和铁 其中锂非常贵 而且对环境和工人都不好 之所以使用锂是因为锂稳定 就是所谓的书架坚固 那镍在成本上和能量密度上呢 都是最有解 特斯拉的新的阴极电极的配方呢 会彻底的去掉锂 增加镍的使用 这样既能增加能量的密度 同时减少成本 但是特斯拉不仅仅只是依靠镍来做阴极电极 他们也会使用铁 因为虽然铁的能量密度不高 但是价格便宜 充放电次数更高 并且整体生产下来算上别的因素 铁并不比镍的能量密度少太多 但是价格上是真的实惠 所以特斯拉采取的策略就是 不同的电池用到不同的产品上 铁锂电池会用到低续航的车型 和能源储蓄电池 这些需要更多的充放电次数的产品上 那铁锂锂电池 用在中等续航的车型上 和家用电池上 那高铁含量的铁锂电池 会用到Cybertruck和三买这种 高里程高能量密度车型上 还是那句话 特斯拉不做选择题 所有的电池它全要 都有能用的地方 那除了在材料上做文章之外 应急材料的生产流程 他们也做了巨大的革新 大幅简化了步骤并降低成本 这样就使投资成本降低了66% 生产成本减少了76% 并且不废水 然后特斯拉会在 铁矿的供应链的源头做文章 采矿整合到美国本土 大幅降低成本 并且对采矿的工艺来进行改革 能够做到不破坏环境地貌 无污染的采矿 并且大幅降低采矿的成本 他们在Nevada 就是他们电池工厂的同一个州 已经获取了采矿的权利 那光这一个州的铁矿 就能够把美国全部的车 换成电动车了 并且特斯拉表明 最终电池的回收 会比采矿更加便宜 他们已经在设计 电池回收的能力 并且会比第三方的电池回收 更加高效和便宜 原因很简单 特斯拉只是回收自己的电池 从头到尾 他都非常的清楚 第三方回收厂 要针对不同的电池去做设计 就会低效昂贵 这样整体下来 在音级电池材料上 这些革新整体会为电池成本 再降低12% 这就已经实现了49%的总成本降低 基本实现了50%的目标了 但是还没完 技术革命5 车和电池的整合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特斯拉在对车的前身和后身 在做一体化单体铸造 来简化生产和降低成本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单体铸造 其实还考虑了电池的整合 Elon Musk先拿飞机的油箱 来做了一个例子 早期飞机是把油箱 当成货物来拉的 非常浪费重量 后来突发奇想 就是让油箱变成飞机的一部分 建造到机翼当中 这样油箱除了能够装油 还能作为飞机结构的一部分 这样就减少了整体的重量 特斯拉也采用了同样的思路 新的工艺会让整个电池包 作为车身的一个底盘结构 这样就会让车的制造工艺 更加的简单 车身重量降低 里程数增加 而且我们刚才说的 前后车身的单体铸造 也是考虑到电池包的组合的 那这样组装一个特斯拉电动车 就和拼装给小朋友的积木车是一样的 几下子就能组装出一个车来 不需要那么多的部件 这是生产上的一个革命 那伊朗马斯克非常有自信的说 特斯拉将会成为世界上 最擅长生产制造的公司 那通过这上面的五大方面的革新 整体加起来能够实现 单个工厂产能提高10倍 电池成本降低56% 里程数增加54% 投资降低69% 69这个是个神奇的数字 伊朗马斯克忍不住还是开了个玩笑 那这些革新的同时 意味着特斯拉改变了 整个电池行业的产能预计曲线 那朝着低成本高产出的新路线走去 但是即使是按照特斯拉的预期 一年到18个月能够开始规模生产 2022年实现100GWh的年产量 2030年达到3TWh的产量 那想要实现20TWh的目标年产量 还是不够的 伊朗马斯再次强调 需要整个行业和合作伙伴的努力 也就是变相的告诉供应商们 加紧投资 你们有多少 我们买多少 最后这些成本的降低 能够让特斯拉在三年内投产一款 25000美金的小型电动车 那25000美金的价格 加上维护和燃料节省下的钱 那就是直接要了汽油车的命了 同时特斯拉还宣布了 Platte版本的Model S 性能超强 60英里每小时 加速只需要2秒以内 520英里的续航 2021年发货 OK 那以上就是我对特斯拉电池投资者 大会的一个总结了 电池上发布的技术革新 对特斯拉和整个电动车 以及能源行业都是革命性的 里面涵盖的具体技术 和背后意义 简直太多太大了 这个视频不能一一解读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留言中提出 同时我还发现了 里面包含了一些 重要的隐藏的秘密 包括他们故意不说的内容 和背后的原因 我会在后面的节目中 为大家一一分享 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内容的话 就一定要去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分享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